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要讲解的是如何利用链表来对二叉数进行一种特殊的打印 在二叉数的算法数据结构中 一般我们便利二叉数的节点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前序便利,一种是中序便利,另一种是后序便利 前序便利的话是每次都先打它的左指数 然后再打中间节点,接着再打右边节点 中序便利是先打中间节点,然后再打印左指数,最后再打印右指数 后序便利就先打印右指数,再打印左指数,最后再打印中间节点 这是二叉数最常用的三种节点便利方式 现在我们算法需要一个新的需求就是 我们如何着成的打印每一个节点 例如我先打印这个节点五,然后再打印三和七 紧接着打印一四六八,最后打印零二九 也就是说我们顺着二叉数的层级 依次来打印它每一层的所有节点 那么这么做的话,大家会有什么办法吗?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暂停一下,然后自己尝试一下 那么这个做法呢,如果想到合适的数据结构的话 它的做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由于我们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是链表 所以这一节呢,我们也需要依赖链表 来对这个二叉数实现它的节点的成绩打印 那么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假定我们有一个这个链表,我们先这么做 假定有一个链表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们把第一层的这个节点五 先加入链表 大家看,先把节点五加入链表 然后把这个五打印出来 把这个五打印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把这个五 它的左右节点分别加入链表 把它显示起来大一点,看一下 把它的左右节点分别加入链表 这样的话,那么五的下面两个节点 大家看,五,节点三和七就加入到链表了 那么先把五打印出来 打印完了之后,把这个五从这个链表的这个手地子 这个链表头给删掉 接下来先把打印这个链表的首节点 就是节点三 然后把节点三的它的左右节点加入到链表 那就是把这个一和四加入掉链表 一和四加入掉链表 加入完了之后 把这个因为节点三已经被打印出来了 所以把它从这个对列的头节点给去除掉 接下来打印节点七 然后把节点七的这个左右指数 左右链,左右节点也加入到链表 特别是六和八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对列就形成了这种情况 由于节点七已经被打印出来了 所以我们把它从对列的头地子给手节点给删掉 然后打印节点一 打印节点一的时候 此时节点一的左右还只是零和二 我们把这个零和二给加入到这个链表之中 那么接下来呢 由于这个节点一已经被打印完了 所以把它从对列的手地子给删掉 头节点给删掉 然后打印节点四 打印节点四之后 我们发现节点四并没有左右孩子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节点四给从这个链表的手节点给删掉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再打印节点六 由于节点六也没有这个左右孩子 所以把节点六打印了之后 我们把它从对列的这个头节点给删掉 接下来呢 打印节点八 由于节点八呢 有一个右孩子 所以我们要把他的右孩子 九加入到对列中 那么加入完了之后 节点八也被打印了 我们再把节点八从这个对列的开头给删掉 接下来打印节点零 打印完了之后 由于节点零没有孩子 所以把零打印完了之后 把它也从这个对列中删掉 接下来呢 再打印节点二 那么由于节点二也没有左右孩子 所以也把节点二从对列的这个手节点给删掉 最后再打印节点九 这样的话 那么节点九打印完了之后 由于他没有左右孩子 因此整个对列就清空了 那么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整个这个算法就结束了 大家看 实现根据我们这个刚才的这个使用的对列 我们就可以能够乘级的打印二差数的各个节点 先打印了五 然后再打印三和七 打印一四六八 最后打印零二和九 OK 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的一个基本的描述 那么算法的实现呢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是这里 首先呢是List Utility 打印头部的值 然后如果这个头部的节点 有左右孩子的话 我们再把它的左右孩子 添加到 分别添加到对列的末尾 然后继续在循环中打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二差数 节点的乘级顺序打印了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打印的是五三七 然后一四六八 OK 对了 最后是零二九 那么最终打印的结果 跟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算法的代码实现呢 跟算法的这个原理是相切合的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算法的这个复杂度 那么我们算法执行的时候呢 它最多是便利每一个节点 也就是把每一个节点 二差数的每一个节点便利之后 再加入到对列中 然后再从对列中 把每一个节点拿出来进行打印 因此每一个节点最多被访问了两次 访问了两到三次左右 也就是说每一个节点的访问次数是常数级的 因此我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ON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节点加入到对列的时候 又要需要在对列中为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对列的节点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就是ON 因为需要在算法运行的时候 需要每一个为每一个节点再分配一个新的节点 用来存储到对列中 因此这个空间复杂度是ON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这一节的内容就是用链表来进行 对这个二差数的节点进行层级的打印 有了链表的使用之后 这个我们这个层级打印节点的方式呢 就非常简便 就简单和明了很多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最后呢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 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更快更及时的得到相关的文章资料 好的 谢谢大家来到Cody迪士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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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